就是说我与曾世强老师的这个梦里的缘分 现实当中的我们再说 天洁克这个梦就非常的震撼 记者招待会大厅这个场面很大呀 人多 机场租物 那个白龙是非常最漂亮的 但是天上还有个赤龙很厉害 闪着这个红黄像炎黄一样的这个光运 沿着它这个龙身的龙林往外发散 那么这个就我想有一定的寓意 这个白龙我想是不是曾世强老师 然后这个赤龙呢又是谁 火克金嘛 把它归到石头上 但是这个赤龙我想一定也是一个好的 一般来讲阳黄子孙嘛 但是这个人好像还没有出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龙的故事 再说一个就是 就是梦里啊 因为我这个肋骨啊 被我自己小的时候 跑步跑不过嘛 不肯懂事 然后就说这个西方讲什么肺活量啊 然后自己就开始用手 这个软肋啊就抠了出来 当时扩充还没有什么 没想到后来啊就这么好想好刚又不懂事 然后就导致这个气血未成精卖大了 就像我们说过了这个问题 当时那个就给我吃病的那个 他就是在之前也去过这个大连说那地方龙卖断了 有人找他跟另一个风水师一起合作 想调整用这个气怎么样去改善一下 但是有因缘的一些不凑合就没有做成 我在想他是当初也是说这个龙的肋骨断了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不解之缘了 搞不清楚 然后还有一次呢 就是梦里到曾世强老师的家里面 在台湾啊然后曾奶奶在后面引路 啊那个曾老师走的比较快 然后我进门之后啊紧接着后边这个窗户 就就钻出来一个千窗百孔啊 这个麻木窗仪的一个鬼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就要抓你看上去很凶 然后曾奶奶就那个跑到前面去教老师 过来之后就伸手抓了两下 还直接就吞到肚子里面 那么这个就以这个呢 来应一些事儿 我身体呢因为这个不太好 他们叫这个蝴蝶鬼梦里这个印象 那么就说可能代表这方面的疾病啊等等 或者一些阴邪来犯碎 然后所以这个呢又是一个事儿 当然这个没有太多应验不都说了 还有一次呢梦里就是啊在这个呃就是跟老师有很多次互动 他点拨你很多也记不太清楚了 但有一个呢就是呃梦里面他告诉你呃这个让你吃准提咒 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咒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那确实有这么一个咒 然后梦里呢说这个老师跟这个蓝灯佛祖啊 还有要是否有关系他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关系 以及这个老师是不是跟这个白龙有关系 所以这些故事啊那我们更明白这些的人可能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没有的那么就做一个娱乐或者是很有趣的故事啊 这个这个掌握见识经验啊 啊还有梦里就是包括啊好像在去老师公司服务之前梦到过这个月亮跟太阳撞在一起啊 月亮就是说月亮的前面太阳在后面啊这个呃我们七正正在学习当中啊还没有太多延伸 所以说这个什么意思也不太好理解大家还有周公姐梦一样啊反正很多的神经验这跟老师有关呢 大概只能先记住这么多然后下一个我们再说其他的